大家好,我是来来爸 又到了周末和大家分享美食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吃过牛排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家里面 烧出和外面餐馆一样 外焦内嫩 风味非常独特的牛排 那么至少我以前就是在家里面 就没有真正的成功过 那么经过一个星期在网上的搜索和学习 那么今天我准备来挑战一道 叫做焦香牛小排 在烧这道菜之前 我想和大家科普一下牛排的一些基本知识 就在目前在市场上的牛排 主要有七大类 今天我用的牛排 就是这种在Costco买来的 叫五谷的牛小排 那么这种五谷牛小排的价格是每一公斤大概在19块9毛9 也就是在20块钱左右 那么据我网上搜查的资料说如果大家是入门级学习烤牛排的话 那么拿这种牛小排来作为初次学习的材料是最佳的 因为这个牛小排它对火候的掌握要求并不高 大家只要烧到七分到全熟是最佳的 现在我们先来将辅料准备一下 现在我们先将洋葱倒进锅里 加入一点点的辣椒 加一点点的辣椒 然后再把青椒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点油 这时候我们在炒的时候不要翻动过多 就是让它就这样烧一会儿 像刚刚炒好的这个取一半出来 另外一半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碗里面备用 倒一些cream 然后再倒一小杯水 然后就把它放在大支气上去炸 这个牛排在煎之前最好先拿出来 然后放在外面 让它温度就是变成差不多是室温的这种情况下 再去煎会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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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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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混在一起有一股奶香味 那么这个混合在一起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一种感觉 就是 好的 嗯 今天这道菜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道菜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么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麻烦给我点一个赞 那么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下一次视频再见 拜拜